最近又有一个事情发生 我觉得蛮好笑的 就是有一个中国的汉化组 可能有台湾朋友不知道什么是汉化组 汉化组是一个好听的说法 其实它就是说 盗版日本的漫画 把它违法的翻译成中文 给中国人看的这个做法 当然就说 它这个事情确实是违法 确实也不道德 但是呢 就是它有一个现实的情况 就是大多数的海外的文艺作品 没有办法合法的进入中国 当然我觉得中国人这种行为是不好的 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盗版别人的东西 然后翻译成中文 整个这个过程没有获得原作者同意 然后甚至很多时候都把它 就是在黑市中出版 发行 流通 赚钱 这个都是不道德的 都是违法的 但是我首先要说一句 就是说这一切这个黑市 它的前提条件是 在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合法的 能够让海外的作品 进入中国的这么一个 良好的正常的一个市场 绝大多数的海外的作品 都无法进入中国正规的出版发行 那因为中国的言论审查 因为中国对于海外的文艺作品的排斥 这是一个现实情况 实际上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 非常严格的控制海外的文艺作品 就是以正规的方式进入中国 所以才导致了在中国非常发达的一个 盗版的一个市场 它其实是有这么一个因果关系的 当然盗版很不好 但是我跟大家说实话 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 看的漫画也全都是盗版的 因为我看不到正版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任何正版的方式 获取那些日本漫画 就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只能看盗版 所以这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离开中国之后 他的这个知识产权 他的意识非常薄弱 就是因为我们就那么一直过来的 你没有任何其他渠道 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那但是呢 就说仍然就是他是盗版的 他是非法的 就是仍然他没有获得原作者的同意 好吧 就是那然后呢 就说他们美其名曰叫汉化祖 就是他们有这么名字叫做汉化祖 但事实上他们就是 就是没有获得原作者授权的情形下 翻译成中文 有的时候甚至是以此盈利的情形 大部分时候是没有办法以此盈利的 大部分时候他们都是也没赚钱 反正只是因为喜欢这个漫画吧 那就或者是想看这个漫画吧 然后他们自己发布到网上 让大家可以看 对 那然后结果呢 就是有这么一个汉化祖 他呢 就是盗版日本的这个叫做大卫王的这个漫画 那然后结果呢 因为这个作者安排的剧情 在19.3话的这个末尾 就直接安排引入了下一个篇章 也就是世界大赛 他就说是不希望翻译世界大赛的这个部分 不希望这个所谓的汉化 其实就是盗版翻译这个世界大赛的部分 那所以呢就来专门发了这么一个公告 他说是否要做世界大赛 已经是不得不在这里决定的事情了 提前预警世界大赛的会场在台湾 而作者 然后括号 当然这是日本人通病 就是他说的就是日本人的通病 就是说 他就默认这是一个很不好的 日本人做的事情 说这个作者没有掩饰 他是把台湾省当成一个国家来看待的 例如会出现台湾省省其 各种国省市对应的差异等等 所以呢就是他也承认日本人很多都这样 日本人通常都这样 就是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 把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来对待 所以会出现台湾的国企 所有的这个相关的用词 都是以中华民国台湾作为一个国家来对待的 而他对这个事情是很不爽的 他说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种安排 但我真的很难下决定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征求读者的意见 是否还要继续做下去 如果最后不做 会在尾页大概描述后续剧情 然后直接跳到最终化 也就是世界大赛结束 满太郎回到日本后的一些剧情放上来 作为这个漫画动漫之家版最终的结尾 如果继续做下去 对于那些敏感部分的处理 也需要大家的意见 我看到有人说就是最后 他的确是把这个世界大赛 在台湾的这一部分 没有盗版 就是拒绝盗版世界大赛 在台湾的这一个部分 但是后面的那个部分呢 他又就是翻译了 又盗版翻译了 当然就是在中国看到版 或者是做盗版 他有一个现实的 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政策上的 一个无奈之处 但是不管怎么说 你应该知道你在做盗版 你应该知道你在做盗版 然后你在做盗版的同时 你把你不喜欢的关于明确的表示 台湾是一个国家的内容抠掉 然后好像后续他就把尾巴又拼上 就是等于说他这样做 其实特别糟糕 就是比 他一方面他盗版 而且他盗版的过程 还把他不喜欢的内容抠掉 你还不如 你还不如整个就不要做嘛 其实本身日本的作者 也很讨厌你这样子弄盗版的行为嘛 对 然后所以有人就吐槽说 因为日本人没有配合我们中国人政治审查 我们在此宣布停止偷窃他的作品 作为最严厉惩罚 但是你知道就是 这个事情更糟糕的地方就在于 他还他就把中间的 这个世界大赛在台湾 台湾是国家的这部分给抠掉 对 然后就 你连整个不去盗版都做不到 你连整个不去 做这个事情都做不到 你只把它抠掉 然后把前后继续的去盗版 就这个做法真的蛮 就是蛮过分的吧 然后有人说 自己有眼睛却不愿意相信 这个世界的真实 真的可悲 日本漫画家防盗版的手法之一 就是加上台湾元素 那对 但是以现在这个情况看 就是他进展到了说 就是把中间的 关于台湾是国家的部分抠掉 剩下的部分照样盗版 这个这样真的蛮过分的 所以这是关于这个事情 作为曾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个看到版的人 我只能说就是 你至少你 就是你建于中国的这个环境 你只能盗版 那至少你应该尊重原作者 至少你应该尊重原作者 你要不然就是整个这个 就不要碰他 那如果你碰他 你就不应该把中间 关于台湾是国家这部分抠掉 你对原作者非常非常不尊重 就是首先当然就是说 中国以外的人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 中国人 中国粉红认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但是 当作者就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的时候 你不单盗版人家的作品 还把人家作者这一部分给抠掉 这真的我觉得太没品了 太没品了 就是其实我觉得 就是说你道业有道吧 就是说你做到版 你也稍微要遵守一点规矩吧 就是现在到了这个程度 蛮糟糕的 制裁原作者 威胁原作者 对啊 我觉得这样都比你抠掉强 你把原作者的作品抠掉 其实更过分 更过分 因为你把人家的作品给改了 你相当于你把作者的作品给改了 对吧 那就更糟糕